我跟你说现在这里是海外八千二 你如果在这里不走的话 你还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 我说如果 有什么话要跟家里讲的没有 要跟别人讲的有没有 在珠穆朗玛峰如果碰到冰死的登山者 可以是耳不见吗 登山界有一句话 八千米以上无道德 其实八千米不是道德的边界 而是能力的边界 选择见死不救 不是道德的丧失 最大的原因是能力不足 因为这个高度是死亡区 空气极为稀薄 气温几地 而且地形险恶 冰崩和雪崩随时可能发生 人的体能已达到极限 每个珠穆攀登者的食物和水 都是刚够自己用的 就算是一刻的负重都是累赘 如果你救了别人 那么最后死亡的可能就是两个人了 迄今为止 在攀登珠峰的险途中 已有三百多人遇难 珠峰登顶的死亡率为百分之九 面对死亡 人们一直在法文 为何要登山和送死 最早攀登珠峰的英国冒险 加马洛里接受采访时回答 因为山在那里 这句话被人们赋予了太多解读 热爱 征服和荣誉 当然我们也在思考 世界的天险和极限之处 就一定要被人类征服吗 山在那里 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去征服它 而是可以高山扬指 更重要的是 自然并非都需要人类的足迹